接着带你关心调查局前局长叶盛茂因为泄密案遭判刑 今年第三度入狱服刑172点 今天下午3点30分由台北监狱假释出狱 他面带微笑踏出大门时 免得记者询问表示将由秘书发表声明 随后呢就搭上了轿车离开 要不要跟大家讲两句 我有个简单声明好不好 不是 就是总看由秘书好不好 来给各位提供这个声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些心情怎么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吧 心情还好吧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台北监狱表示下午2点30分 接到叶盛茂的假释通知 他本人得知消息 直到今天就能够假释之后 非常的雀跃 一整天心情都很好 而叶盛茂下午走出监狱大门之后 微笑评说谢谢大家 心情似乎真的很不错